今天好早上就要跟大家分享的是EXQ的景品模型 然後是所謂的婚紗或者是婚宴婚禮 刀剑神域中的亞絲娜 其實這個系列還蠻就是所謂的同仁後宮的造型 除了亞絲娜以外還有其他幾個 就本人就看有哪幾個本人可以分享的就分享給大家看 就直接打開給大家看 這是亞絲娜的造型 婚紗版 其實我記得之前是GK還是哪一家模型 他好像也有推出所謂的亞絲娜婚紗版 可是是泳裝婚紗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而且這隻不知道為什麼這隻好重手 他就直接 我第一次拿到這種 就是一個景品的模型 一個景品的盒子 它就是直接完全一組 看起來有點像那個 聖代杯 唯一跟本體分開的零件 就只有所謂的捧花的部分 而且 它為什麼要那麼重 是時薪的關係嗎 裡面看得到裡面喔 就 先把 捧花拿出來 捧花是這樣子 捧花是單純的 然後一個拿在右手而已 像這樣子 然後 捧花完整 然後分享給大家看 正面是這樣 底部是這樣 臉是這樣子 臉的塗裝現在真的都 現在景品的塗裝都沒有什麼好 挑剔啊 如果可以拿到不一樣的話 還比較 詭異一點 其實感覺有點像奶油花 後面是這樣子 上面的衣服 上面的 這叫 新娘頭巾 這叫什麼 這個感覺 這感覺有點塑膠感 頭巾的部分感覺有點塑膠感 但其實還不難看啊 側面這樣子 感覺有點像新娘婆 這面是這樣子啊 胸口的部分是這樣子 注意看他胸口的部分 好像那一個 還有一個像那個 這個 這算是什麼 很像一種某種標記 可是我突然間忘記那個標字 叫什麼名字 有個金色的部分的零件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這個零件 然後除了花的部分可以拿起來以外 沒有任何地方零件可以拿起來 然後注意看他頭上還有帶一個 黃罐 對焦一下 這樣子 頭部的部分這樣 轉一圈給大家看 對焦點吧 好 畫掉了 然後再來就給大家看裙底的部分啊 裙底的部分可以看到他臉裙底的部分 他也有做出 就是穿高跟鞋 然後 絲襪的部分都有做出來啊 連內褲白色的部分也有做出來啊 就連捧花 不是 裙白的部分都是一層一層的堆疊上去的啊 我剛剛還沒注意到他裡面還有一層是 所謂的那種透明 就是那種薄砂版的啊 注意看這邊有一個薄砂版啊 這一組其實還不錯耶 而且這一組售價其實也不貴啊 先跟大家大概留意提醒一下啊 這一組到時候本人會用 一元起標在賣場丟啊 所以如果有興趣的朋友 不介意本人手已經摸過了 可以考慮一下 婚紗版的 E-X-Q E-X-Q 刀劍神域婚紗版的 雅思納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去購買